备受业界期待的第三方支付专法 行政院会今天确定通过 将送入立法院选议 专法规定第三方支付业者 至少要有三亿元的资本额门槛 但是非金融业者 也可以申请相关的业务 至于第三方支付的单一账户 除值金额上限为三万元 未来将会视情况调整 经管会主任泽民宗表示 新法完成立法之后 预计国内将会有五到十家的业者 提出申请 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 决议通过 还请立法院审议 行政院4号终于正式通过 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草案 也就是外界俗称的第三方支付专法 赋予非金融机构 以网络虚拟账户方式 办理除值及资金 移转业务的法源 这部法案立法院通过之后 对国内的电子商务的发展 有重大的意义 草案重点包括业者的最低 使收资本额至少要三亿元 另外除值账户上限三万元 虽然业界反应 希望把三万元在网上提高 但院会最后还是照原定计划 没有更改 有关辞职三万元的部分 我们现在的统计 其实零星的价位 平均的金额大概一万元左右 那以后我们会随时来检讨 这个额度 适时的提高这个额度 业者虽然反应了 赞品中说金管会自由考量 至于会不会怕 对外电子商务业者强势攻台 诸位说一定会严格审查 而先前因违反电子票证法 而遭到起诉的数字科技 会被因为新法而解套 证明中态度强硬 那部分违法在先 假设您提到是说 我们的条例通过之后 它没有豁免 我想想这法律的规定 现行的规定 没有追溯缩纪法 诸位表示现在预估 会有五到十家电商 会在专法通过后进行申请 也欢迎更多的业者加入市场 有点TV陈旋梁立林 台北报道